要看到今天台岡熊安排的一個首發的先發打序 第一棒是閻青紅 第二棒是黃潔熙 第三棒是高勝恩 第四棒是邱邦 第五棒是林薇翰 第六棒是曾成佐 第七棒閻玉瑄 第八棒是胡冠宇 以及第九棒的湯家豪 首輩的部分我們看到在海無樂天先發投手是邱駿 威大輩的服務手是宋家祥 在內部分一壘是陳家樂 二壘是林立 三壘是楊家勝 遊擊手是杜宇峰 三位首分別是董順傑 林耀皇 以及李勳傑 我們來看到在這場比賽 海無樂天安排了個打序 第一棒是林立 第二棒是宋家祥 第三棒是林耀皇 第四棒是李勳傑 第五棒是陳家樂 第六棒是邱星 第七棒楊家勝 第八棒是董順傑 以及第九棒的杜宇峰 首輩的部分來看到台岡先發投手 楊打翔 搭配的部手是邱鋒 在內部分一壘是閻玉瑄 二壘是胡冠宇 三壘是黃潔熙 遊擊手是湯家豪 尤其在外野的部分 左外野是曾誠祖 中外野是閻青鴻 及右外野的林威翰 直棒的機會 台岡這邊算是有找到這個舞台的地方 他當然相對應的就是希望 能夠在這個新的舞台 有更好的一個成績 讓自己更穩定在直棒裡面發展 對來台灣工作 然後對台灣的觀察一些現象 這邊這次沒有 這球是成功的到零 比你這邊成功告上二壘 其實你們的條件比我們的球員好 你們的天分是比較好的 好 再去我們看一下 投手碰一下之後 這邊再傳一壘已經來不及了 哇 這個如果腳沒有脫離壘包的話 其實剛剛投手的手套碰到是有幫助的 你要成為職業選手 所謂的這種職人精神的話 那你就要去練 這邊一手接到說 這個選擇如果是 第一時間你這樣看的話 就應該踩一壘壘包了 哇 這個 結果全部都沒抓到 對 因為 避免大量失分來講 那都是必須先拿下的出局 這個雙殺嗎 有啦 有 才二壘 再送一壘 這個還是傳的有點不夠準 才注意穩定在一軍千八處賽 好 正面這裡 拿翔自己接到自己來處 抓到第三個出局處 我在第一局還有樂天這邊是攻下了一分 所以雙方一局打完 1比0還有樂天的領先 再幫我們看一下 最後應該是落地行程的安檔 我們的一些變化喔 以前是這個南陰高院的天下 剛剛這個變化球很漂亮 這邊也是三陣的湯家豪 這球好像是 直接出局 對 揮棒了 然後因為一壘有跑者的一個情況 也沒有這個不死三陣的問題 好 這球好像是 哇 這一球失頭了 安打就出現了 對 我才會說喔 這個 不失頭 很重要啊 對 就是我說的 他就是能夠拿出這樣的能力 喔 這一球反方向看一下 最後的落點 李勳傑 掌握下來 三人出局 這半局留下 慘蕾沒有得分 雙方一是1比0 還有樂天領先 回到比賽的現場 這時候換上的是 非常有經驗的 王一鎮警戒 有這些的一個要求 另外就是說 他們 現在看到這些 王一鎮 結果傳這個 safe 這球是離開壘包啊 對 聊到就是 像我們 在抬槓這些 算是比較有經驗的選手 再考驗一次 這時候就直接正手來投了 對啊 這把打得非常高 看一下落點 後面外野手來接 應該可以再負擔你去 唉唷 這球打到腳 彈這麼遠 彈到外野去了 這有點嚴重 那這邊可能 這分確定是回來 那 小腿近骨 神佳樂也跑到二壘了 防護員應該會要上來看 對 因為這一球其實打得還蠻強勁的 這球看一下 那一手的處理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抓到第三個出局數 在這一局 還為了天 攻下一分之後 三局打完 目前是2比0領先抬槓 看到這次的抬槓 安排的是 月仁祥太郎 因為如果是莊人公關節 不知道打到會不會 ㄎㄎㄧㄧㄧㄥ ㄎㄧㄧㄧㄥ 如果你的質量已經 考這麼多 是不是 你會拿出更恐怖的成績 那我記得我轉播那一場 王渤接的女日球員 她回來講的是說 先看場上的狀況 這卻打穿了 杜宇峰 今天的第三打出現 結果四壞球保送 那個球是姊姊的一個短袍 KID的邊線那個短袍 結果還是保送了 那這樣子是擠未來一分喔 看到那樣出一個球 有一顆三陣喔 那個是直球 我在外角第一位 這球撲下去沒有接到行程的一支穿越的安打 那打算內線之後這邊是一口氣回來了兩分 2.00也回到本壘 這應該後面投手準備好的話會要做換投 這個位置直接拉掉三身好 那一角這球撲下去沒有接到 結果就形成了一支安打 我們看到王少瑞 登板上來頂替利宇峰的一個投球 這一波我們看一下 在二壘這裡應該是出局了 關鍵的第三個出局數 結束之後目前我們看到是7比0還有六天的領先 看到台康在這時候換上了鄧佳安 我們在今年球季三右三分之一局的一個投球內容 哇 四個壞球 會不會去趕他 他投到大聯盟 不過這裡還是保送 但是他說養成前面也會畫一條時間線 這邊是明顯的一個爆頭出現 這球打得非常好 看一下距離 應該是夠 可以可以 杜宇峰 外野的犧牲飛球 中華職棒雖然一代的潛水艇 這個阿蓋 換上是蕭柏毅 就是很渾然天成 雖然現在看起來是被打很膽 球面對到邱聖佑 好 這一球在左邊方向 好 這一球在左邊方向 進手套之後 看這個距離 沒有走 哇 結果 保送上去 往三壘去走 所以你就不能說 好像這個肆無忌憚的把胎腳做了 哇 打第一個球 陳佳樂這一球 分數進來了 三壘這邊回來 那看一下二壘的跑者也回來得分 哇 這一棒 內角 這球 在中間方向 好球 撲下去結果是個接殺 哇 這球不簡單啊 顏青紅 飛撲的美技 抓掉了本場比賽 應該是在七局下半的最後的第三個出局數 所以現在的比數我們看到 那本線是11比0 台湧樂片的比線 這邊換上劉家翔 對 動作 沒有什麼抬腳 明顯的抬腳 這球打穿了防線 關於戰上一壘 今天 關於個人的第二支安打 應該是差蠻多的 另外就是手一甩 你看就145 中間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金手套 對那個抬腳的動作的關係 造成你 打者 跟一般我們在算節奏 會有點不大 一樣 就是一個三針 這球打在他的中間方向 已經被鎖定 三人出局 這班局結束留下了殘壘 待會 還不樂天換上投手賴之奇 所以這樣子的話 可能真的聽起來會覺得說 好像 這一棒我們看一下打得蠻扎實的 但是 直接是進手套 杜宇鋒這樣這球直接的接殺 這球內角但是是個壞球 保重 上一壘 這球打進出去 我們看一下 看起來應該是直接 送二壘來結束這場比賽 就上半結束之後 我們看到目前 這場比賽已經 最終的比數是0比11 一籃 好 我們 他就是 跟他一樣 摔定的 等到一籃 一籃 開始 去 開始 感谢观看